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一家是做气配生意的 平时很忙 本来订的是6号吃饭 结果苏杨爸爸出差没赶回来 拖到7号 虽然苏杨来酒店陪罪 可我心里多少是有点生气的 毕竟我爸来一趟不容易 之前他轻度中风 留下了后遗症 左手总是颤巍巍的 握不紧东西 我送苏杨出来的时候 他悄悄地说 知道你爸年纪大 没想到这么大 我就当他没情商吧 翻得白眼 不过我也能理解他的惊讶 因为他爸妈还都不到50 我爸已经快70岁了 当他爷爷都差不多 而我爸操劳了一生 看面相比同龄人还要更老一些 我和苏杨说 想做人家女婿呢 就要会说话 我还没嫁给你呢 苏杨慌忙说 对对对 老婆大人批评的对 咱爸年轻的呢 其实苏杨的嘴巴再甜 我心里也是有数的 因为从上学开始我就发现 我的爸爸和别人爸爸不一样 陌生人都以为他是我爷爷 虽然我爸长得五大三粗的 但他内心是个温柔善良的好人 我爸是家里的老大 下面有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为了养家 小学毕业就去工作了 做过木匠 做过瓦工 跑过小生意 直到弟弟妹妹都成家了 他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那一年 他都39了 经没人介绍认识了我妈 而那一年 我妈才24 我妈有个弟弟 也就是我的小舅舅 身体不好 有先天性心脏病 不治疗的话活不过30岁 但是家里穷 吃不起 我姥姥提了要求 娶我妈 就要给我舅舅看病 有这个条件 谁还敢娶我妈呀 只有我爸有胆量 一是他年纪大了 想有个家 二是他见了我小舅舅 觉得他可怜 他说 都快二十了 长得跟个小鸡仔似的 说了几句话 脸就憋青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吧 于是他和我妈见过两面就结婚了 我家在陕北农村 那时候还住在窑洞里 独立小院子的四孔窑洞 是我爸自己花一年多时间亲手打造出来的 为了省钱给小舅舅看病 婚礼也没办 我妈就带着姥姥和小舅舅搬过来了 我爸是个有担当的人 说到做到 婚后就带着小舅舅去西安做手术 未看病欠了好多外债 我妈都有些愧疚了 但我爸觉得这是他的承诺 必须完成 等小舅舅身体康复了 债也还得差不多了 他们才生了我 那时候我爸已经四十多岁了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 没有爸爸年轻的样子 他这个人又常年干力气活 风吹日晒的 苍老得更快 从我记事起 爸爸的头发就是花白的 眼角爬着深深的皱纹 小时候喜欢拿两根手指当小人 在我爸的额头上玩爬楼梯 没到褶子就是一道台阶 我爸说 等我老了 就有一百道台阶让你爬了 那时候我还傻傻地 期盼着他老得快点 好有更多的台阶给我玩 长大了才发现 时间就是个相对论 老去对于孩子来说 也许是遥远的 但对于父母 只是一眨眼的事 我四岁的时候 我妈生了我弟 其实我爸不准备再要孩子了 毕竟家里也不富裕 可我妈对生男孩有了执念 她觉得我爸救了小舅舅 得给他生个男孩 传宗接代 报答他 后来家里有些积蓄了 就又要了孩子 可想而知 我妈是偏弟弟的 生活里的方方面面都偏他 而我爸呢 一定要一碗水端平 而且还要偏我一点 但凡我妈给我弟买的东西 我爸知道了 一定不给我 有一次 我妈说我爸 你怎么那么偏你女儿呢 我爸说 谁让你偏儿子的 你要是偏女儿 我就偏儿子 我弟在一边 嫉妒地喊 妈 你快点骗我姐 让我爸偏偏我爸 记得是高中吧 夏天了 宿舍好热 想要个凉席 和我妈说了 她也没有给我买 后来 我爸知道了 大中午的 骑着她的小摩托 就给我送来了一张新的 他帮我铺上 拿着大瓷杯 倒扣在凉席上 蹭了一遍 室友说 叔叔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爸说 洗凉席有刺 蹭一遍就滑溜了 睡得舒服 之后他又拿湿毛巾 撒了六神花露水 擦一遍才算完 我爸走了之后 全宿舍室友一致表示 我上辈子做了大善人 这辈子才有幸 做了我爸的女儿 将来找男朋友 一定要按照 我爸的标准来 我坐在床上 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得意 觉得自己有一个 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不过 最好的爸爸 没有最好的女儿 可能自己 没有读书的天分吧 已经蛮努力了 但上了高中之后 成绩一直上不去 高考分数 只够上三本 我妈不让我读了 家里还有弟弟 在念书 我又上不了什么好学校 没必要花钱读 但我爸不同意 他说 现在这个社会 越来越看文凭 多少钱 都得给女儿 铺好路 我的大学 在西安 报到的时候 我爸送我去的 出发前 他出去逛了一圈 然后顶着一头黑发 回来了 那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拘头发 漆黑漆黑的 像戴了顶假发 我弟看见了 哈哈地笑出去说 爸 你这是要乡亲去呀 我爸爸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我不是怕去新学校 给你姐丢人吗 我一脚踹飞嘻嘻哈哈的弟弟 我按起我爸的胳膊说 谁和你说白头发丢人了 白头发最帅 虽然我乍乱乎的 可忽然之间就心酸起来 那一年 我爸已经迈进了六十岁大关 头发还算茂密 但已经全白了 别人到了他这个年纪 早该养老养生 清闲自在了 可他还在为两个读书的孩子 劳苦工作 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的 在心里发誓 将来工作赚钱 一定要好好孝敬爸爸 让他想想轻浮 然而 人一旦去了发达的大城市 就很难再回到小山村了 我在大学很活跃 进了学生会 做了副主席 谈过一次恋爱 毕业就分手了 他要回老家 而我留在了西安 我通过校招 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 领导也蛮气重我 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 我妈是想我回去 安安稳稳地当个老师 但我爸一直鼓励我出去闯 她说 别听你妈的 把路先走死了 你还年轻 机会丢得是 那几年一直没有恋爱 一直是工作忙 一是工作忙 二是踏击社会才发现 社会面反而变窄了 身边来来去去 就那么几个人 合适的都结婚了 不合适的越看越不顺眼 过了23岁 家里就开始碎婚了 起初觉得麻烦 后来也有点心急 好多同龄人 孩子都有了 我一个人在外 难免感到孤单 25岁开始相亲 26岁的时候 想到了苏杨 苏杨比我大两岁 但看起来比我小很多 他性格很随和 爱笑 个子有点矮 勉强一米七吧 是他多年相亲不重的致命伤 看起来像个初中生 不过我偏偏看中了 他简单 够单纯 我爸知道我恋爱了 就想过来看看他 本来说是三月来 结果半个月之后 我弟突然打来电话说 你有空回来一趟 把中风了 我当时听了整个人都懵了 我当即和领导请假 第二天就赶回了老家 我爸已经抢救回来了 恢复得还不错 在家躺着 我埋怨我妈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妈说 你爸送医院的时候 我哪顾得上给你打电话 等他就回来 一睁眼 就说不让告诉你 怕耽误你工作 而我坐在我爸旁边 拉起他的手说 有什么工作能比你重要 那时候 我爸还有点说不清话 嘴巴松拖拖地说 死不了 我死不了 我还没看见女儿 假人哪 我的眼泪 哗得冲出眼眶 我说 说什么呢 不许说死呀 我不是个迷信的人 但自从我爸病了 我就特别怕听见死字 即便偶尔听到心头都是一紧 医生说 我爸身体底子好 恢复得特别快 到了年底 他就基本行动自由了 只是左手会微微地抖 那段日子 我一有假期就开车往回跑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 自己一个人开回来 我爸心疼我 不让我回去 但是我不愿意 因为直到那时候 我才意识到 应该多陪陪他 我甚至有些后悔留在西安 当初应该听我妈的 回来找个老师的工作 守在他身边 有年我爸生日 我赶回去看他 我家的传统 早晨要吃面和煮鸡蛋 他一直等到十点多 我到家才吃上早饭 我坐在桌子边上 给他剥鸡蛋 他看着我傻乎乎地笑着 满头白发 已经没有一丝黑色了 我逗他说 别笑 一脸褶子 他笑得更深了 还使劲抬眉毛说 小时候你不是嫌不够多吗 你看看 现在脑门 有没有老处 一百道给你爬 玩笑就是这样 心里存着事 便笑不出来了 我好想说 爸爸 你别说老呀 因为我真的好怕 我从小 没见过他年轻的样子 注定陪伴他的时间 要比别人少上十几二十年 他把一生的爱都给了我 可我却没有多少时间去偿还 2018年 我和苏杨基本定下了婚事 我接我爸过来和亲家见面 我妈没来照顾家里 但来之前呢 他嘱咐我爸要谈条件 说南方必须答应 我弟结婚的时候帮着买房 虽然我弟结婚 我肯定会帮忙 可这样谈条件 我听得很难受啊 而我爸只对我妈说了一句 不行 咱们可不能学你妈 我妈说咋了 她也是为了家人好 我爸说 如果不是你妈 你也不用年纪轻轻 嫁我这个老头子 我妈一下熄火了 半天嘟囔了一句 嫁你这个老头子怎么了 一辈子也挺好的 说不上来 鼻子酸酸的 忽然不知道苏杨会不会像我爸一样 到老了 值得我夸一句 一辈子也挺好 亲家见面那天 我爸什么物质条件都没提 他只是说 我女儿从小就要强 是我的骄傲 就是脾气 让我惯得有点硬 他嫁过去 你们要多担待 多包容 苏杨爸爸说 老哥哥和你说句实在话 儿子说你家是农村的 我今天就等着你们狮子大开口呢 回去好教育他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但是我被你给教育了 是我小人知心了 你放心 倩倩嫁过来 就是我女儿 于是那年年底我嫁了 我的婚礼蛮大的 蜜月去了大马的海岛 回来我就怀孕了 两边家里知道后 我都特别高兴 第一胎反应有点厉害 前妻一直吐 七个月的时候 发现脊带绕性 医生说绕了三圈 有点夸张 我担心得要死 和我爸说自己好害怕 怕胎儿活不下来 他在视频里安慰我说 没事 急人自有天象 我借他急言 安安稳稳地进了预产期 眼看着要入院了 一天晚上 迷迷糊糊的 突然感到整张床 往后翻了过去 我吓得瞬间清醒了 是幻觉 但心慌得一直 平复不下来 总感觉 有什么事 不对劲 第二天一早 给我爸打电话 没人接 打给我妈 不通 我开始怕了 正准备给我弟打电话 他打了过来 他说 姐 你先要有个心理准备 今天爸爸上厕所的时候摔倒了 撞到了头 人 快不行了 我脑袋嗡一声 差点晕过去 我大喊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弟说 和你说有什么用啊 你马上要生了 告诉你 也回不来 你先安心把孩子生了吧 我求苏杨送我回家 公婆一家全都拦着 九个多月了 马上就要临产了 这么折腾的话 怕有危险 我没有办法了 普通医生 跪在地上 声泪俱下地说 送我回去吧 让我看我爸一眼 我求求你们了 以后让我干什么都行 苏杨忙扶我起来说 行 我想办法 后来他找来一个 开小客车的司机 后面铺起一张床 让我躺上去 然后一路陪着我回家 可能是颠簸得太厉害了 再加上情绪激动 半路上羊水就破了 苏杨还算镇定 给我弟打电话 安排接生 我下车就直接推进了产房 我妈一路跟着 她说 放心 给你爸上机器了 他等着你 我的眼泪狂流 肚子疼得死去活来 嘴上却喊着 爸爸你等等我 我是顺产 生了个儿子 苏杨抱给我看的时候 我很虚弱 我勉强打起精神 和他说 送我去见爸爸 快 他不顾医生反对 找来一辆轮椅 推着我去了ICU 我不敢相信 那是我爸 半个头都肿着 他半睁了眼 里面已经没有一丝光彩 我哭得已经说不出话了 我妈在一旁喊 老伴 哎 你宝贝女儿来看你了 你当老爷了 我爸的眼珠 微微转了一下 看向了我 然后长长地 虚了一口气 从此我失去了 世界上最爱我的爸爸 我妈说 我爸一直不肯闭眼 他就知道 他是在等我了 到底是妇女怜心 我在他最后的时刻 感知到了他的想念 葬礼之后 我弟给我发了一张截图 是我爸手机里的备忘录 他说 女儿啊 知道你快生了 想和你说 别害怕 有爸爸在 一切都没问题 到日子了 我和你妈都会过去 我给你准备了 只有这么多 没有写完 我弟说 姐 我好嫉妒你 爸爸一辈子 最喜欢你 连最后的话 都是留给你的 是的 那是爸爸 倒下之前 最后的一笔 那天之后 我卸载了手机上的 备忘录 我看到那三个字 就会堵无私人 也许 我再也不会知道 我爸为我准备了什么 但我收到了 他全部的爱与祝福 爸爸 请放心 这一生 我都不会再害怕了 因为 我知道 有你在天上 陪着我 守护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